4月20号 致敬经典走进四大名著《名家公益》讲座 百年张氏侯系传承与经典阅读 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 八六版西游记《美猴王》的扮演者六小灵同 从张氏侯系传承人的角度出发 讲述百年艺术世家的文化传承 家族成员与美猴王之间的渊源等内容 那我们这个家族呢 现在已经经历了就一百年的历史 四代人共同在演绎一个孙悟空的形象 就告诉我们的尤其是年轻人 大家在自己生活当中能够多多从 《西游记》这部小说当中 更多的去感悟自己能够得到启示的一些东西 在回忆拍摄经历时 六小灵同介绍 为了饰演好角色 他专门养了猴子 仔细观察高度模仿精心提炼 他认为塑造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不可能一蹴而就 要啃下功夫 人的一生就是择一世 终一生 一个人一生能够做精做好 做成一件事 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我父亲跟我讲 就是把自己钟爱的喜欢的 民族传统戏曲文化艺术 给他做到极致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说孙悟空还永远在 稀有取经的路上 自己如果说前半生 是在传承我们中国侯系艺术文化 下半生希望更多的传承我们中国的侯文化 还会继续把弘扬推广 虚有文化做得更好 在谈及西天取经时 六小灵同说 虽然西天取经取回来的经是不完整的 但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和追求 就是咱们能够从师徒五个人 西天取经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终成正果 其实它是体现了一个团队的力量 一种稀有的精神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 从孙悟空身上汲取一种猴王精神 拼搏 进取 乐观 向上 永不言败 所以我用一句话改阔 就是人的一生就是像孙悟空那样 苦练七十二遍 校对八十一难 在现场 六小灵同与少年儿童互动 教学孙悟空的经典动作 并教授他们模仿孙悟空的站姿 走姿和面部表情 国图艺术中心负责人侯宁表示 希望少年儿童通过互动的形式 深入了解孙悟空 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 但是却需要千百次反复的练习 其实这正是西游记这样一部书 传递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 勇意的精神 不怕困难的精神 不断努力的精神 所以我们也希望以这样一种活动形式 把这种精神传递出去 也希望以这样一种形式 带领着广大读者 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开启阅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